第二个的话记得就是把这三个 那在我们网方里面有这三个 那其实在网路上也可以下载的到 那我的做法是这样 第一个我就把刚刚的Eclipse直接解压缩 这边这个Eclipse的Java的版本 把它拖拉到我们C叠好了 因为我们这边我用C叠 拖拉之后的话把它解压缩置词 解压缩之后的话 它这个是免安装的 所以直接可以使用 那解出来之后它的目录名称 它是一个Eclipse的目录名称 那我的习惯是会在后面加一个底线 Python 为什么因为很多开发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没有加一个底线 不知道这个Eclipse是for什么的 所以像我电脑底下 可能我有forPython forJava的 forEnjoy的 for什么php 可能forJSP等等的一堆 因为Eclipse可以开发各式各样的程式员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不需要安装 直接就可以把它执行 所以第一个我把目录更改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打开来之后的话 就会直接看到Eclipse 它是没安装的 所以你也直接就可以把它执行起来 但是执行起来的话 假如说你执行的时候呢 会跳出一个好像什么JBM 它找不到这个东西 你就要装那个JDK 那那个JDK 我是当你JRE也可以啦 不过一般习惯是直接把那个JDK给装起来 JDK在这个后面这里 JDK 那目前最新的版本是1.9了吧 不过也不用装最新的啦 我是拿1.8就可以了 1.8 1.7 反正只要有个JDK就可以了 那把它装起来之后呢 你让Eclipse 它就会自动就跳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第一个画面会问你说 你将来的相关的 你要建立的专案 要放在哪一个目录 所谓的Workspace 就是你将来写好的程式要摆哪里 那这里的话呢 我的习惯还是会把Workspace后面的路径 但如果你有低跌就放低跌啦 如果没有我们还是放C跌 C跌底下的Python 我习惯也是一样 Python底线的Workspace 意思就是这个Workspace 我将来是放Python的程式 我是建议你可以改个名称 预设行叫什么Eclipse Workspace 可是Eclipse Workspace里面到底放什么程式 你很麻烦 你如果没有把它改个名称的话 以后会不知道这到底是放什么啦 所以习惯上我一律都会把它变更一下 那把它Lunch起来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把Eclipse的环境打开了 然后呢它会有一个Welcome的画面 请你把这个画面给关掉 好打开来 但是目前因为它是forJava的 所以你现在new一个专案的时候 是forJava的专案 没有forPython 所以我刚刚讲过 打开之后的话你还要做一件事情 请你到help里面 找到一个叫install new software 这个地方请你add一个新的什么呢 一个外挂 那个外挂你可以到那个网站上面把它download下 不过会有网址 那个网址不用背 因为我讲过了我的讲义都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未来呢下面这边有个档案下的这个路径 里面呢会有一个所谓的云端白板 当然里面打开来之后的话会有个云端白板 会有个讲义 那讲义的话固定pdf档没办法改 但是云端白板意思就是说我放在那边我随时假设有update新版 那我会update一些画面放上去 比如像刚刚那个拍照其实我也把它拍照放上去啦 第一个嘛这个建置Python的开发环境城市测试 打开来之后的话像这边我刚刚有 有没有这个画面吗 刚刚那个我也把它拍照放上去 比较关键的那个画面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再做城市测试一下 比如说为什么一定要装Eclipse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当然也可以用那个Python里面提供的一个 Ilde的一个开发环境 这个地方真的哦 它就是叫你在这边写城市哦 那怎么写城市 假如说A 比如说你建一个变数叫A等于3好了 B等于4 那你可以建一个Sum等于A加B Enter 那请问一下Sum等于多少 对没有 这只是那当然程式你会发现 它真的是叫你在这边写啦 不过最后你要怎么样把它显示出来 记得用Print 小刮壶 然后呢把什么呢 把这个Sum给Print出来 OK后刮壶 Enter一下 答案就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7了 当然在这里撰写程式你会发现 第一个 其实真的是不是说很方便 第二个你没办法管理 写完之后呢 然后呢 记不起来 OK 所以未来呢 我们会 当然不是在这边写程式啦 不过呢 你可以假设你要测试一些 简易的指令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环境下 好 这边的话OK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改用Eclipse 那Eclipse我刚刚讲过啦 它应该是目前来说 我想应该整合的蛮好的 而且又没有费用的问题 甚至佛心的一个 一个开发环境 很多地方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我要把它开起来之后的话 需要安装外挂 这个外挂是for Python的 OK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刚刚有关键的画面 Help Install software 有没有 然后呢 这边就是把底下这个网址 因为我知道 如果把网址抄在白板上 你打 还是有可能会打错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什么 Ctrl C 有没有 然后怎么样 到这边的话呢 Ctrl V贴上 Name跟它的location 都贴一样的就可以了 OK 按OK 这个时候呢 它会到网路上 去把外挂找到 那个外挂名称呢 叫做什么呢 叫PyDiff OK 顾名是啦 就Python的 Developer 这个什么 反正就是这个啦 然后把它两个打勾 对不对 然后就NASER NASER之后的话呢 它会问你说 这三个外挂是不是你要的 对 好 下一步 下一步 Acept 一定要同意 Finish 这个时候的话呢 请各位看一下 在Eclipse的右下角 就会出现呢 目前因素的进度 OK 目前的话呢 我看一下 我把它移开 OK 目前是10% 我是蛮担心 因为其实它档案 哎呦呦呦跑 开始跑一点点 百分之12了 我都怕这个 跑得下来看 没有跑完 理论上应该是很 档案很小啦 只是说 可能网络是速度 好 那待会儿 你们先做好了 也许先做 然后先放着 然后也许 它会一直跑吧 我跑 哎呦呦 有加快一点速度了 好 那我先把画面还给各位 那装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 我们这个就会出现 那个NEW 你Other里面就会出现 有一个叫PiDiv的选项 那PiDiv就是可以让你开发 PiDiv就是加上这块 但是呢 可以开发PiDiv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刚刚装PiDiv跟 Ekveld是分开装 那但是Ekveld他不会知道说 你的你的PiDiv刚刚那个装在哪里 所以待会儿你还要告诉他 你的PiDiv装在哪里 所以PiDiv装哪里的话 请你要到那个window 这里面有一个 这个PiFernis这边 找到 目前因为PiDiv没出现 待会儿PiDiv出现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PiDiv去帮我找到 PiDiv的路径 把它引用进来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应该可以找到刚刚那个网址吧 那个网址因为 如果我把它写在白板上 你自己打 因为蛮长一串 也容易打错了 所以我建议你到我的云端白板 里面呢会有一个云端白板里面有一个那个建筑 就是云端这个底下那个网全部都大写 全部都大写 然后进来之后的话呢有一个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你找到那个建置PiDivision开发环境与城市测试的这个连结 不过也有可能你们看到应该如果我是有登录login到那个Google 所以他看到的画面也许长得不一样 但是你把它点击开来 应该可以找到那个路径吧 那未来云端白板实际上就是活的讲义了 所以以后的讲义都在这上面 如果你的进度比较快 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也许你可以自己先往前看一下 也许可以先试做看看 好